不管我是隨身的 聖靈懷胎的也好 今天告訴大家 不管怎麼樣 一定要孝順父母 沒有父母 你還是長不大 沒有父親母親養你 還是長不大 但畢竟我還是長大 雖然個子矮一點 但是還是會長大 會長大的原因就是因為父母養育你 這個養育之恩不可以忘 無論如何我們學佛的人在天上 沒有不孝的佛 沒有不孝的菩薩 沒有不孝的神仙跟大家講 所以不管如何他生你養你 都必須要孝順 謝謝